今天下午呢中国外交部举行了例行记者会 而且这次例会呢也可以说是美国宣布64亿对台军售案后的首场记者会 中外记者们的提问焦点当然是紧紧扣带了军售问题上 大家也是非常关注 一方面中国政府下一步会采取怎样的反制具体措施 而同时未来的中美走向又会是怎样的 对此外交部的发言人马昭旭强调说 美国的一意而执意而为必将会进一步损害到中美关系 也会对两国在处理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造成严重消极影响 所导致的后果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我们来看一下报道 在中国政府宣布将采取包括制裁参与收台武器的美国公司等四项反制措施后 外界高度关注中国方面是否会进一步公布详细的制裁名单 以及具体的措施 另外反制措施是否会进而蔓延到中美在伊核以及朝核问题上的合作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马昭旭作出回应 他同时再度强硬敦促相关的公司停止对台售物 中美在有关重要国际与地区问题上的合作 将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 其责任完全在美方 美国有关公司不顾中方的坚决反对 执意向台湾出售武器 中方将对参与收台武器的美国公司 实施相关的制裁 我们强烈敦促 美国有关公司 停止推动和参与收台武器 而对于美国国防部公布四年期的防务报告 再度指责中国军事缺乏透明度 马昭旭就批评这是老廖重弹 我们希望美方客观公正的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国防建设 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和两国两军互信的事情 黄王一世 胡林王昭成 北京报道